前面这个善财童子 都是掺学善知识 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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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世界上老师说 善知识多 恶知识多 如果你老师天天在恶知识门下 请问你还能有机会 清净善知识吗 不要说没有机会 清净善知识 你想得善道的机会都没有 你在恶知识跟他在一起 后来你就在恶道里 极长 这个极长 你要小心谨慎 要时时地远离恶知识 这样才永离一切诸恶道 你才有出头之日 否则你暗无天日 你被魔掌罩子 因为我们的贪心 是不是我们的恶知识 我们的嗔 痴 是不是恶知识 我们里面的恶知识 都给他清理掉了 那外在的就好说了 最主要我们自己内在的 我们的烦恼障 所知障 种种障 都是我们的恶知识 然后外在也有 外在邪魔外道 多的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都很重要 但有的人就是 就是被恶知识所设 跳不出来 为什么现在净土法门流行 因为简单 你就持个戒 好来 戒它也有规矩的 我们受戒要多久 你要学戒 学戒要五年 戒相 开车吃饭 都了达 你才学戒算毕业了 如果没有了达 那还得学 不是说五年就结束了 都得那个 有个戒好来 它就有标准了 你学戒圆满了 你就可以做善知识了吗 那早呢 那你要开了智慧 要大开圆解 才能做善知识 它都有标准的 它远离这些东西 我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有标准吗 没有标准 对善知识来知道的 你这阿弥陀佛 你念是真的念 还是假的念 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普通人不知道的 谁都会念的 为什么现在 见居士林那么多 他觉得 寺庙是出家人的家 居士林是居士的家 那为什么 他就自己就建立身团了 他其实本来 他就是割裂我们四众 但是他一建立之后 他为什么胆子那么大 他就敢建立 他建立的时候 我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他不需要什么那个的 只要胆子大就行了 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 反正就阿弥陀佛 他为了讲阿弥陀佛 他怕他们走开 不要听经 不要说法 不要杂羞 真正有资格的人 来讲经做法 他拉着大家 不要让大家去听 然后他呢 一忙引众 最后结果就是 向前入火坑 不仅仅毁坏了 佛教的正法 他自己也走向了一个 很苦难的一条道路 末法时代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 一句阿弥陀佛 确实是万德鸿名 他是普贤菩萨的这种 无量威德的种籍 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千经万论处处只归 你千经万论不读 你怎么知道那句 阿弥陀佛的威德是什么呢 那是无漏 你界定会都没有修 你怎么知道 无漏的无量光 无量数是什么 叫波无因果 本来这佛的果 它是从因里出来的 如是因如是果里出来的 但是他把如是的因给不要了 他只求那个果 叫空中楼阁 所以这种本身就是一种 邪知邪见 其实念阿弥陀佛 不是不需要什么 念阿弥陀佛是需要最大的功底 你没有行普贤十大愿望 真的没有资格教别人念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你没有行十大愿望 你没有资格带别人入极乐世界 倒归极乐 你凭什么倒归极乐啊 你什么资粮啊 你垫脚石在哪呢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 不可思议解脱境界 你就行了不可思议的因 才会得到这不可思议的果 所以其他的祖师都很好处 天台中 贤手中 禅中都很好处 唯独就是净土中祖师不好处啊 从一千七百年前 我们中国的第一祖就是 无参会员大师 到民国之后 印光大师再到第十三祖啊 你看一百年出不了一位啊 为什么 因为难啊 印光大师几乎一辈子都在乐章啊 深入境障 智慧如海 才能够教大家念一句阿弥陀佛啊 不通宗通教 没有深入实践 没有广大资粮 你凭什么导大家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在哪啊 极乐世界是一个很微妙的 懂的人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不懂的人是万一佛土他还找不到 所以懂不格咫尺 现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那个净土法门得人心 所以很多人以净土法门的名义 毁坏佛教正法 带很多人入上邪道 现在我现在遇到弘阳佛法最大的问题 就是那些念佛的人 他根本不理你 根本不理你 算是最大的一种 所以往往我带的都是 要么就是老修行 我们在座这些师父的老修行 要么就是这些空白纸 一张白纸 什么是佛教 不知道 建立起一个正确之见 尊重三宝 三乘教法 有一个正直见的 有一些人先入为主 不要说你跟他说法来 他问你你修什么的 我就知道了 这肯定是修净土的 你要修禅宗的 他不理你 修密宗的更是不理你 在他眼里修密宗 就是好像邪魔外道一样 他忘掉那句阿弥陀佛 就属于密宗 就是从果 诸佛菩萨果地为德 来射众生的 这就是以果为因的 这本身就是密宗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是修脏土的 我反问他 有没有修脏土的 佛八万四千法门 有没有脏土法门 没有 没有就好了 那就能谈了 否则谈不了 一句佛号那么好念的 你不深入精障 你不能够有智慧 你不能积累广大资粮 你怎么带众生啊 众生不是那么好带的 每一个众生都 重重无尽的恶业 佛菩萨说 这个恶业若有体相 尽虚空都不能纳住 你以为众生这么好多啊 哪一个善知识 你去看好了 哪一个善知识 不是修了 不是多少 一事两事 三事五事啊 像我师父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基督 他只不过他不自己讲 他说有人说我 我多少世前在印度 出家在什么人 他后来说的 但是我是知道 我们是不止出家一事二事三事五事了 所以经典里说 一个一个修持 真正修持金刚秤的人 一个如真实秤的人 他就是骂你一句 就骂就是咒啊 你被他骂一句 后来你都不多了三个道 这个是带着无量无边的 威德力来见众生的 像观音菩萨 称一句菩萨名号 灭无量生死重罪啊 极无量福德之量啊 诸佛菩萨都是从果地 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之量 来娑婆世界的 所以你看佛经典里说 佛子里放光动地 然后他放世界之道路 高兴 然后就蠢蠢欲动想去 然后那个佛就说 你凭什么去啊 你有什么资格去啊 那娑婆世界 你知道那娑婆世界 多少厉害吗 那五作恶事多少严重吗 你积累广大资量了吗 《访华经》里面 那个妙音菩萨要来 你看对不对 他积累了多少质量 那佛说 哦可以 你可以去 你准备好了吗 他说准备好了 带着质量 大地震动 比处灭 这处现 千叶莲花现出来 文殊菩萨问佛 这什么像啊 有菩萨跟你有缘 妙音菩萨又成为妙音天女 是他的般若的伴侣啊 以阴神共佛 以波共佛 七宝宝 波共佛 无量皆修了那个 他从他方世界 才有资格到娑婆世界 来转一圈呢 这个娑婆世界 他也是一个检验的 你修行好不好 你检验一下 试试看 所以你看 好像一句阿弥陀佛 很简单 实际上你没有深广的功底 难以弘扬 所以这个不修行 所以我师父那时候 我们在一起师父说 一年学艺百病能治 十年学艺寸步难行 那你觉得好像 弘扬一句阿弥陀佛 觉得那没问题 我弘扬 我念佛 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不知道众生恶业有多深 你就问那些 其实在我们佛教里 这是严格的次第的 有严格的次第的 不是说我皈依了三宝了 我就能给别人受皈依了 我都受了戒 我转过头来 我就给别人传戒了 我听经文法 听完了之后 我马上就能说了 不是那么回事的 离经一字 极同摩索 你说那一文解义呢 一文解义三世佛愿 你说你怎么办 一文解义 佛听了都摇头 离经了 摩点头了 摩 极同摩索了 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的 这个佛教里面 这个在教下 就是说要大开圆节 大开圆节 那我现在没看圆节 老实跟你们说 就靠佛菩萨加持 师父加持 所以每次 我既收集了很多参考书 很多法师的 我都要看看 但实际上最重要的 我就是静下来 一心祈祷诸佛菩萨 一心祈祷师父加持我 千万不要讲错 限量的祈祷 我们重视 每个人的佛性 我们现场这么多人 每个人的佛性 都苏醒过来了 都正等正觉 那这一场 大家不是耳朵在听啊 我们掩耳鼻色生意 我们的色身香肺出发 我们的身口意 都在这个朴贤的 功德云聚 功德大海当中 极常远离恶知识 永离一切诸恶道 树见如来无量光 你远离恶知识了 你也从恶道里面出来了 你能够才有机会 清尽善知识 你只要清尽善知识 就能够树见如来无量光 句识谱贤罪圣愿 有没有发现 只要你跟着善知识 你不想行谱贤行愿 都难 对不对 你只要跟着善知识 因为善知识 就是在行谱贤行愿 只要你一清尽善知识 你就噗通 掉到谱贤行愿大海去了 你想拒绝都不容易 就怕你跟着恶知识 那就糟糕了 你天天就在恶道中 此人善得圣寿命 这十方诸佛 普贤菩萨在这里 代表十方诸佛 赞叹你 你这个得的人生 才真正的是人生宝 善得圣寿命 此人善来人中生 你这一生是不空过了 此人不久当成就 如比普贤菩萨行 这一生如果直于普贤很远了 你就对得起你爸爸妈妈了 你就对得起你这个人生宝了 十方诸佛菩萨都赞叹你 不久就当 以你这个凡夫的肉身 就能够成就普贤菩萨行 但过去 我们没有清洁三知识 我们没有开智慧之前 以背离我们的佛性 起贪嗔痴 发神口意 所造作的 往昔 由无智慧力所造 及恶 无无间 宋慈普贤大愿望 一念数极皆消灭 无量无边 无名所造的 堆如须弥山的恶业 我们比个例子 这个房间关了一万年了 积累了一万年的黑暗 我现在把电灯 咔一开 那一万年黑暗 有没有灭掉 就灭掉了 所以一念数极皆消灭 你相信不相信 所以叫一灯能灭千年暗 足性种类及融色 向好智慧先生们 诸魔外道不能吹 这时候你如果 安住在普贤菩萨的 这个行愿大海 你这个功德云居里面 这时候菩提心里面 请问魔外道 还能动摇你吗 堪为三界所应供 诸魔外道不难动不了你 而且你看作三界之灯 可以作三界的福田 成为众生供养的对境 而且呢 素以菩提大树王啊 请问菩提树王在哪里啊 在印度吗 在菩提家野吗 在峨眉山吗 所以我们六主大树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胎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本来无一物这是什么 大智慧 这就是菩 这就是菩 何处者乘埃 哪里有脏东西啊 这就叫贤 这一菩 贤 就是佛法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佛法当中的窍门 福 就是我们的每个人的佛性 贤 就是福会具足的贤德 我们能证得普贤的 就能够树以菩提大树王 你坐在这个菩提大树之下 坐以降服诸魔众 不管是你自己的生死魔 烦恼魔 五蕴魔 还是外在众生共业形成的天魔 以你这样的坚固的菩提心 皆能降服 成等正觉 转法轮 菩利一切诸寒实 所以这个时候你成佛能说法 只对人说法吗 因为你的光是周边一切的 法而如是的 所以自然对一切诸寒生类说法 所以我们很多人 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就在考证释迦牟尼佛 对人怎么说 说什么法 说什么法 考证什么 佛说的法 无量无边的 八万四千 只是一个略略的 我们出家人的 注释的三宝 从释迦佛陀到今天 没有断过传承 这是我们人类的宝 按照这个线索来学佛 若人于此 普贤愿 读诵 受持 及言说 果报为佛 能证知 决定获胜 菩提道 这又是一个总结了 只要有人能 于这个普贤愿 能读诵 能受持 能言说 果报 只有佛才能知道 于无知者 决定 这里面给你写保证 按手印 敲图章 佛给你保证 决定 获胜 菩提道 这个是 这个比什么 天灵灵 地灵灵 决定获胜 菩提道 请问 这是不是给我们 所有学 普贤恨远品的人 在授记 这里就是授记 决定获胜 菩提道 我们相信不相信 若人送此 普贤愿 我说少分之善根 如果人送此 普贤愿望 我说万分之一的 善根 万分之一的 只要有一念 一切皆圆满 一念与普贤愿望相应 一切皆得圆满 普贤行愿 不要说十大愿望 就是十大愿望里的 一大愿望 就是一大愿望里面的 不要说十方 尘差的诸佛 我就是一十方 就是一个佛差谱 你能够生起信节 都一切功德皆圆满 成就众生清净愿 我此普贤殊胜 这就是比喻 这个普贤恨愿的 这个威德无量无边的意思 我此普贤 苏圣行 无边圣福 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术王 无量 光佛 这最后四句 好像就是 俄眉山普贤普萨 就在亲自讲一样 我此普贤 苏圣行 无边圣福 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术王无量 光佛差 这包括 是不是我们每一位 都在这个院里 是不是 术王无量 光佛差 二世普贤普萨 摩佛萨 如来前 说此普贤 广大愿望 清净祭 善才同志 踊跃无量 一切菩萨 皆大欢喜 有没有觉得 我们现在每个细胞 都皆大欢喜 如来赞言 这个时候 如来是谁 佛陀 比鲁哲那佛 也是 释迦牟尼佛 善哉 善哉 这是对谁说呢 对谁说呢 对我们现在说呢 善哉 善哉 而是世春 于圣则 菩萨摩赫萨 言说 如是不可思议 解脱境界 圣法门时 请问这个法门 有多大 知道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法门里 有没有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华言海会之中 我们现在每一位是不是属于华言海会佛菩萨之一 我们生 我们死 我们生老病死 都在这个大方广 华言经的境界里 有没有入这个华壮悬门 有没有入这个笔华信海 恭喜诸位 这是圣法门时 我们同学是谁 文书实力 而为上书 诸大菩萨 极所成书 六千比丘 弥勒菩萨 而为上书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 在这样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指的是 我们刚才讲的是 无量时间 无量空间的 这是法神境界 法神境界里面是什么 以彼卢浙那佛为佛 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这是华言三圣 而为上手的 然后下面这个呢 诸大菩萨 极所成书 六千比丘 弥勒菩萨 而为上手 指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个当下的那些 六千比丘 和这个比丘之手 弥勒菩萨 这是当时的 叫化身佛的里面 先是从法神佛 然后到化神佛 显结一切诸大菩萨 无够普贤 菩萨而为上手 这指什么意思呢 这指报身的状态 在报身的状态 显结千佛 都如报身佛的境界 在这个报身的状态里面 普贤菩萨 而为上手 所以金刚萨多 就是报身佛的身体 所以金刚萨多的 第一句祈祷就是 如海诸布谈成主 如海诸布谈成主是谁啊 就是金刚萨多 就是金刚体性 一切谈成 谈成什么意思 也就是佛刹的意思 一切佛刹如来 如来的觉 如来的振报一报 如来的情戒气 它的体性都是金刚体性 所以 这个金刚体性 是一切如来 谈成之主 就是普贤菩萨 所以这是报身境界 普贤菩萨 而为上手 一身补促 住灌顶位 住大菩萨 及于十方 种种世界 普来集会 一切岔海 其微称树 诸菩萨 摩赫萨 众 这里面就讲了 佛说大方广佛 华严经的时候 这里面 有法身的境界 有报身的境界 有化身的境界 由佛无量节行 菩萨道 而产生的事业生 功德生 所以这个只有在 大方广佛华严经里才有 所以这部经叫 金中之王 因为在余经里 不具足这种境界的 有的经只说 身文原觉的境界 不说菩萨境界 有的经只说 大乘菩萨境界 有的经讲 如来不 讲金刚称 有的经讲 行不思不于切不 有的经讲 无上于切不 有的经 讲无上于切不里面的 窍诀不 有的经讲窍诀不里的 情 气 戒的窍诀 但是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把我前面所讲的 这一切都在这部经里 总持在这里面了 从过去如 世尊 比如这那佛 过去积累 资粮行 普贤恒愿 到现在 广度一切重视 到未来 无尽无边的 行愿 都入这一个 包括我们 此时此地 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思维 随喜 种种的一切 全部入到 大方广华言当中 所以这个叫 金中之王 对大智舍利佛 摩合目间连 而为上手 诸大声闻 并如人 天 一切 世主 天 龙 夜 叉 钱大伯 阿修罗 加罗罗 金纳罗 摩合罗家 人非 人等 一切大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 受 奉 行 这四个字很重要 这个四个字啊 应当啊 刻在身上 刻在心上 大方广华言经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普遍恨远 挺很奇特 我们有一位长老啊 叫本患长老 大家都知道 当今佛教的高僧大德 他曾经三十几岁的时候 在五台山 他就闭关了四年时间 其中就是血用血 朝经典 他就是从华言经理 普遍恨远平 那个叫 比鲁治那佛啊 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剥皮为止 吸骨为笔 刺血为墨 书写经卷 极如虚迷 他从这里启发的 我们释迦牟一封 剥皮为止 吃血为呢 食血经典 一律习一律三 再多再大 但是我们是福的第一次 也是福的第一次 我们都要想腐朽 但是我们一想腐朽 我们不能剥皮为止 我们的剥皮为止 就是拿鲜子那些 这个小国子 不莫生涯的一个东西 拿这个不莫生涯的东西 这个身体这个血 哪些这个血经 也把我们保护文夫的人 也把我们保护死者的人 再会我们忏悔自己的人也找 后来怎么 流失了 结果几十年之后 经过文革 他都当方丈了 那些早就散失掉了 因为他的解放前 后来他又走到很多地方 然后又经过文革 那些竟早就散失了 结果他当方丈之后 四哥大概四十年 四十年之后 结果有一个出家人来 层层的布 他说我供养你一个宝贝 什么呢 层层的布打开 一看 是他自己写的一本经 所有他的心都散失了 没有了 哪一本经呢 就是这一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 如不思议解脱境界 普贤恨远品 这本经为什么能会保留在神间 为什么保留 请问这是不是普贤菩萨的威德利 这就是一种证明 这就是佛菩萨显个神通 让你看看 这本经重要 很重要 很很重要 是不是 所以本幻长老得到这本经 哎呀 北喜交价 北喜交价 都是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候 用血写的 血迹还非常清楚 本老当年书写的另外十八部血经 初年代久远不知下落外 失而复得的 普贤菩萨行愿品血经 从此再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 至今 本老仍坚持早晨四点 晚上八点 永送此经 从未懈怠过 弟子们就出钱 把师父的那本经 就印了很多 还是印了那个原色 印了都血经 这次我奖金 他们又拿来给我供养 我就想起把这一个事 就证明 这普贤恨远品 是我们众生的 是具有大因缘的经 我们应当尊重守护 信受奉行 如等能吃否 能吃 好 这个法会也像 这个大方广佛华言经 境界一样 过去现在 未来全部都召见 所以未来所有的人 能够看到 今天法会的录音 录像文字 我们也都回向他们 然后现在现场直播的 通过电脑 电视 手机的 或者以后听到音频的 我们一起跟现场 一起来回向 回向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居乐业 回向世界和平 灾力不起 干戈永息 回向一切众生 遵从道德 归一三宝 戒恶修善 求神净土 发菩提心 广度众生 广度众生 同源 众志 也以此法会功德 回向 峨眉山 所有龙天护法 且难慎重 回向所有我们 这个峨眉山的僧团 藏住兴隆 海中安和 我们普遍文化 光阳天下 普遍恒远的 未得力 利益一切众生 我们普遍恒 不善 莫河 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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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河 莫河 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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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普遍恒杀是谁啊 是过去